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这个东西中国人如果要做出类似的对话 既然必须是中国自主可控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做的东西 如果在符合国家证据策指引方式上 是应该能做出中国版本 所以各位这事您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计算机中国肯定要自主控制 2022年11月 OpenAI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被推出 该程序使用基于GPT3.5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 并通过强化学习进行训练 2023年2月 ChatGPT开始在中国互联网上爆火 但早在2022年12月 它推出之时就引爆了全球互联网 2月2日 微信公众号红博士说发布文章 中国如何缺席ChatGPT盛宴 作者在文中梳理了ChatGPT的时间轴 他写道 2020年年初COVID-19爆发 中国闭关 5月GPT3论文发布 6月GPT3API发布 9月ChatGPT的关键原型算法相关论文发布 12月欧洲机构发布用于 GPT3附向的开源数据集 2021年11月GPT3API Public Release 不对中国开放 中国闭关 2022年12月1日 ChatGPT发布 马斯克等名流开始谈论ChatGPT 引爆英文互联网 12月初 中国互联网的自媒体 逐渐开始讨论ChatGPT 主要以翻译推特的方式 知乎上有学者开始反思 一周后关注指数下降 两个月来只剩下AI自媒体 把ChatGPT作为自己的主要关注内容 2023年 1月 微软宣布投资OpenAI数十亿美元 并将GPT加入全家桶 2月 中国春节结束 微软和谷歌 李方唱罢我登场 纳斯达克财报季 AI被反复提起 中国互联网是认识微软的 ChatGPT引爆中国互联网 关注指数飙升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因为疫情闭关的三年 正是OpenAI的GPT发展 壮大 产品花了三年 十年来 我们以为自己积攒的AI算法 数据 应用的优势 如今 变成中美巨大的鸿沟 这个时候 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新闻调查 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挖它个底朝天 另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中文互联网 不足以提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 什么是高质量的数据 比如维基百科 高质量的活跃论坛 专业新闻 学术论文 高质量代码 图书 没有好的中文数据 我们就只能搭 全球互联网的数据顺风车 上面这些优质数据的产生 需要开放的社区 我们似乎无解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 日趋延俊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 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入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民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